事實上是比較不好 通常你提很多很多名詞 還不如你用使用一個比較好的動詞 用比較好的動詞的話 可以讓你的句子能夠從寫作者的觀點直接去看 這也是另外提示的例子 我也是用紅字標標出來 就是原本性的名詞 你把它改成動詞的話 句子會比較強而有名 所以台灣的事件非常多被推薦 就是在使用動詞的 在動詞的使用上是比較不恰當的 有時候可能會用名詞 或者是你用名詞 然後很多很多的名詞來陳述 不如用一個動詞就可以直接表達意思 這個也是比例子 就是說這樣 就是 就是 你通常會使用這樣一個不明確的一個動詞 因為我們中文口語化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會把use 比如說一個原本可以用一個動詞來表示的東西 你會用很多的陳述的方式 就是會有一些罪詞 然後你現在 所以一般在建議的時候 建議你使用一個比較 意識能夠直接表現的一個動詞來表示就好 不要說用很多修飾的東西來呈現你的句子 再來就是 你會過多的使用一個分類 可能因為 可能以前在教學上 可能在 在描述 一些事物的時候 都常常會用eat 然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們會用lade 但實際上 我們常常在寫英文的時候 盡量那個eat是什麼東西 你要能夠明確的表達出來 不要用這種eat或lade的代名詞來做一個開頭 就是說盡量東西能夠 以一個明確的詞詞能夠表現的東西 所以你就用一切詞詞來表達就好 不要用eat或lade就開頭 這樣句子會比較長 而且表達的意思也比較不明確 這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也是用eat 但實際上你可以直接 而且他這個 這個例子的話他不只是用eat 而且通常他會用被動語態 但實際上你用俗眾語態 然後主動語態的話 通常就會有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就比較不會 是使用一個 就是 被動 被動語態的話 你才會用到一層 所以還是希望你用主動語態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你不要用一層或lade的這種做菜圖 再來的話就是 你會用不適當的代名詞 就比如說一個句子之後 就比如說一個句子之後 你可能會用逗號 然後用一個代名詞 來表示前面的句子 可是通常這樣寫法是比較不好的 你通常用 再寫的時候 不要用這種不恰當的代名詞 來形容 這樣句子 意思比較不清楚 而且 國外這種用法上也比較少 所以通常會建議你這種 那種不必要的代名詞 就把它滲滅掉 就是 能夠用一個 比較 就是在這方面的話 可能就是 就不要使用這種不必要的代名詞 這個也是它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用了一個不必要的代名詞 但實際上這個代名詞 就只是呈現前面的東西 所以說你在這一個不必要的代名詞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分別 然後這個話就是 這個話就是你會用 多餘的 無用的一些 修飾語 就是 來形容 形容一些 就是 依照作者的意思 你會多用一些 修飾語 來修飾 一個句子 但實際上 在這種論文寫作的時候 文字能夠盡量用簡單 SIMPLE sentence 就是 簡單語 能夠越簡單的來 陳述你的意思 是越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也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你用很多 過多的一個修飾 但實際上 這些過多的修飾 你只是用一個簡單的句子 就可以來呈現 的話 你會建議說 你盡量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的句子 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一樣 就是你用一些 修飾的方式 然後來做一個 來表現的意思 但實際上 用一個簡單的解釋 比較好 再來是你的 動詞實態的變化 通常你在寫東西的時候 在寫其他人的研究的部分的話 會建議是要用過去式 然後寫自己的 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會適用現在 因為 所以 在動詞實態方面的話 比較注意就是 在寫其他東西 過去跟現在 這兩種 實態的運用上 可能要比較注意 所以在寫的時候 這個方面也要 也要注意到 所以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你 不完成的一個對峙 就是說 你在 你在寫句子的時候 通常你會有一些 比較的句子 但你 你比較句子在寫的時候 會 就是會忽略 就是 比較什麼 是對動詞比較 對 一個主持去做比較的話 通常 有時候 在 發生 通常會沒有注意到 就 原本應該要加等 就是說 你在比較什麼 要比較完整 在台灣在這個 在發表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 就是這樣一個比較 比較沒有比較完 就是你在用比較式的時候 比較什麼 沒有恐懷症 的寫出來 常會發生這樣的一個錯 這是 這個例子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你比較什麼 你只是 解除比較 你並沒有 解除你要比較的東西 有時候 大家會忽略人 再來是 你的主持跟動詞的一個對應關係 就是 這也是 常常會發生錯誤的 就是說 原本應該要第三人針 就可以下架S 你就會 常忘了架 這個也是 常常發生的一個錯誤 然後 這是我 第二部分主要是 要跟大家談的 就是 這樣看一下 就是 總結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台灣學術的 主要發生錯誤 就是你在動詞的使用上 還有你在句子的 精確使用上 還有你 通常會用過多的一個 被動 被動 但實際上 會建議說 以一個